所有修行人 来 列一下 保护自己 保护众生 保护自己是不要伤害自己 不要让自己受苦 如果你不要起烦恼 造恶业 你就不会痛苦 这个叫保护自己 这个叫慈戒 不要杀生 不要偷盗 那你才是可以升天 所以一般人认为戒律是找麻烦 不是呢 戒律是保护你 保护你不会受苦 保护自己 我们要解脱到 所以各位你现在要想 我儿子欲望很僵 天天交女朋友 我女儿天天穿得很性感 这个很烦哦 然后我大女儿脾气很不好 那你要怎么帮助她 你现在就要帮助她 如果你现在不帮助她 你将来也没机会帮助她 你帮不了她 你也超度不了 各位注意哦 如果你这一辈子没有修得很好 你下辈子要升天 或是快乐痛苦 还决定在你的儿子来 决定在你的下一代 那我们佛教告诉我们 还有一个一定要帮助的 欺世父母 各位 你上一辈子的儿子 如果他不懂的方法 然后呢 来超度你 你继续他才伤害你 所以你一定要 如果你上辈子的爸爸妈妈 上辈子的爸爸妈妈 叫七代 没有超度他 你这辈子事业都不会好 身体不会好 世间的福报 感情都不会好 这里面佛经有一个故事 各位要相信 再念一次 七世父母 同享功德 离苦得乐 你帮助 七世父母才能够帮助自己 在藏传佛教没有谈到七世父母 这个很可惜 福经里面写得很清楚 这一点汉传佛教 比较强调 七世父母跟历代祖先 这两个如果你没有帮助他 没有超度他 就算你这出家人 你也没福报 我也因为佛陀在经典 有讲这个故事 有一个三十岁的男人 他有一天突然跑去找佛陀 因为他身体不好 亏钱 赚不了钱 太太天天跟他吵架 要离婚 他不知道找谁了 他什么神都拜完了 听说有一个佛陀 信徒很多 他就直接跑来找佛陀 佛陀慈悲 然后他就说 你叫佛陀 你帮我帮我 我很可怜 身体不好 没赚钱 太太天天跟我吵 我很苦 听说你很伟大 你就帮帮我吧 那佛陀说 好 你回去 我会帮你的 因为他不是三宝弟子 佛陀也没办法跟他解释 佛陀先帮他 那佛陀怎么帮呢 佛陀有神通 所以各位修行 为什么要成佛 成佛 你具足 智慧 智慧 神通 慈悲 像佛陀永远不离开 这三个方法 这也是我们佛教徒要有了 念一下 智慧 慈悲 神通 力量 所以这个叫大力 可以是大智 大悲 大力 这力包括各种力量 包括神通的力量 那佛陀永远用这三个方法 去帮助众生 那你也要发展这三个 念一下 把知识变智慧 把感情变慈悲 把意志变力量 什么叫知识 看书 看佛经 那个都是知识 所以我刚刚强调 不要每天 我一直看佛经 一直上课 就认为自己有智慧 不一定 智慧 是在面对众生 面对痛苦的时候 就像忍辱先人 面对国王砍他那时候 他才得到一个 哇 我修忍辱了智慧成功 美女来勾引他 他不会起心动念 他为他说法 国王来砍他 他不起生气 还想要度国王 智慧就这样产生了 所以受苦越多的人 智慧越高 所以各位 故意要去找苦 所谓智慧就是把 什么叫知识 世间人 我读书读书 读到博士 我希望别人认定我 那个叫知识 知识 智慧呢 是不凸显自己 把这个我消除掉 这个我是虚幻的 所以我们修行人 第一个 念一下 对自己有惭愧心 这一点一定要记住 为什么各位去寺庙穿海青 那我们出家人要理光头 这代表惭愧的意思 不要骄傲 我们像个犯人 这个世间只有两种人 理光头 犯人 出家人 为什么 惭愧 所以一进到大殿 先跪 先拜 那就是降服自己 降服骄傲 所以各位学佛 第一个 对自己有惭愧心 要记住 但是现在的世界变了 每个人很喜欢凸显 自己的衣服 外表 身份 就觉得 我比别人好一点 我腿比你长十公分 不用穿高跟鞋 是不是 我肉比你大一点 我有胸部 我有肌肉 然后 那这个就离开 佛法越来越远 因为每个人都在表现自己 那所谓真正的佛法 对自己有惭愧心 对众生有报恩心 那所有的生命 都是我们的爸爸妈妈 爸爸妈妈在受苦 我有什么好骄傲的 所以我每天忙着去 报答众生恩 就像报答父母一样 当然要先这么做 来 对父母有孝顺心 对众生有报恩心 那这两个是连在一起的 以对待父母的方法去对待众生 老实说 西方社会要推广 大乘佛教有一点困难 因为西方社会认为 爸爸妈妈老了 就应该去老人院报到 这个是违背佛法的因果道理 所以哪一天你的儿子说 妈 请你自己去老人院 你会哭死 因为这个叫舍弃父母 就是舍弃众生 跟他讲 你舍弃父母 舍弃众生 要来念 要来念 白念 那只是把佛法 当作麻醉自己的方法 一个不孝顺的人 一个没有报恩心的人 你念咒念佛没有用 所以 监牵牢地神 就是中国人的土地公 讲一句话 我这个土地 什么样的众生 人我都可以 在他 我有一种人 我不愿意他 踏在我的土地 不孝顺的人 所以有时候各位移民到西方来 欧美来 我都很担心 因为这种教育的方法 那我们要想办法去改变 为什么 不然他下辈子没福报 这个小孩子读到博士 他下辈子也没福报 因为他 没有把父母安养到中 他这辈子读了几个博士 做什么官 下辈子也是堕落恶道 也没有孝顺 所以 那是孝顺从报恩来的 因为 所有众生都做过 我们的父母 对我们有恩 所以爸爸妈妈 没有吃饭 我绝对不吃饭 爸爸妈妈 没吹冷气 我不吹冷气 爸爸妈妈没房子住 我不住房子 所以 你不可能说 爸爸妈妈在做乞丐 我自己弄一个房子 带着太太先生 在那边享受 家庭的快乐 那外面的爸爸妈妈在受苦 那是不可能的 但是我们看到这个现象 就有这些现象 所以 特别 最近 最近 我想欧美地区 特别欧洲有个问题 难民的问题 那很多人就会觉得 不应该 收他们 但是我认为 站在佛教徒 不能有这种想法 看法 是我们欠他债 他们只是 这辈子就生在那个地方 现在又要回来 让我们报恩了 让我们还他债 只要看到他 哪怕一个两个 各位能够给予 一点点食物 金钱的不失 昨天我们在路边 然后看到 从虎幕出来 看到有一个可怜的老人 坐在那个杂货店门口 我知道他是流浪人 那旁边有鸽子 那我们就想 怎么做 首先我们就喂面包 喂那个鸽子 哇鸽子好快乐 然后他在那边 无奈在那边看 他也在想说 这些人很奇怪 有面包不会给我 给鸽子 是吧 然后呢 好 再来呢 我就赶快拿钱 去给他 这样 他就快乐 哇 原来这些人是有爱心的 给他钱还不够 再给他面包 教他 你也可以喂啊 哇 等我们走在车上 他这里 他可以快乐 为什么 哦 原来 哦 原来这是快乐的方法 别人给我面包 我也可以一半 给鸽子吃 然后这个老人家 开始喂鸟了 你想想看 他会不会有福报 会有 那其他人 就会给他钱 搞不好他会找到 一份很好的工作 因为他开始 修福报了 所以我想我们 必须用一点方法 帮助他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往昔沙早逐河野 皆有故事坦存痴 从神与一世说声 已请我今见长辉 往昔沙早逐河野 皆有故事坦存痴 从神与一世说声 如今我今见长辉 护持生命电视台 护持账号19965232 19965232 护民生命文化基金会 海淘法师 红法行程 10月29日 10月31日星期二 小神通月功德日 善行与恶行成十亿倍 晚上七点 屏东中正艺术馆 心灵讲座 联练电话 087516018 10月3日星期五 11月3日星期五 5月3日星期六 第六 佛陀应允返回人间日 小神通月 阿弥陀佛书圣功德日 善行与恶行成一万亿兆被 上午八点半 金门金湖综合体育馆八冠栽解 联络电话082326651 11月5号星期日 小神通月功德日 善行与恶行成十万兆备 下午一点半 金门金湖综合体育馆 点签灯供签水 即大蒙山慈悲诗时法会 联络电话082326651 11月6号星期日 念观世音菩萨 地藏菩萨 此在除岁九十节 苍顺仙师千秋 小神通月观世音菩萨书圣功德日 善行与恶行成一千亿兆备 金门佛学交流 11月8号星期三 小神通月功德日 善行与恶行成十万兆备 上午十点 新竹浦原佛道院 北区联合护生 点灯右拱 继梁黄圆满日 大蒙山慈悲诗时超度法会 联络电话02-2917-8855 03-533-7368 11月10号至11月19号 印尼弘法行成 11月11号星期六 念卢社纳佛 大士至菩萨 持摘除岁一千节 小神通月功德日 善行与恶行成十亿倍 上午九点 印尼雅加达 扎斯基咖啡 般达姆迪亚拉 放生活动 11月12号星期日 念地藏菩萨 卢社纳佛 持摘除岁一千节 小神通月功德日 善行与恶行成十亿倍 上午八点半 印尼雅加达 瑜伽村餐厅 八观栽戒 点灯 供水 药拱 及慈悲施食法会 11月13号星期一 小神通月 莲花生大士殊胜功德日 善行与恶行成一百兆倍 印尼雅加达 慈悲关怀 残疾孤儿院 11月14号星期二 小神通月功德日 善行与恶行成十亿倍 下午2点 印尼雅加达 太公陵园甘露十时 金腰十方大德 勇跃前往参加 阿弥陀佛 生命电视金门慈悲精盛 举办2017慈爱金门 两岸祈福消灾超见之旅 恭请海淘法师主法 日期11月3号星期五 下午2点半 心灵讲座记护生 地点金门文化局 地址 金门县金城镇环岛北路一段66号 11月4号星期六 上午8点半举办八关灾戒 11月5号星期日 下午1点半点灯沟水 祭大蒙山慈悲诗使法会 地点金湖综合体育馆 地址金门县金湖镇市校路5号 联络电话082326651 082326651 法会被免费消灾超见牌位 供大众填写 生命电视新竹地区举办北区联合护生 点灯 妙拱即梁黄圆满日 大蒙山慈悲诗时超度法会 恭请海淘法师主法 日期11月8号星期三 上午10点 地点新竹普园佛道院前广场 地址新竹县新丰乡坡头村95-7号 点的电话02-2917-8855 035-533-7368 知名前银行副总裁 Philip Wallen说道 今日世界上有超过6亿素食者 相比美国、英国、法国、德国、西班牙、意大利、加拿大和澳洲加起来的人口还要多 如果我们能组成一个国家 那就比欧盟的27个国家还要大 根据美国饮食准则咨询委员会主席Jerry普朗的报告 全球饮食逐渐趋向蔬食已经是普遍的共识 自2007年起 美国人口的用略摄取量正稳定地每年下降一成 来自美国人道协会 Human Society of the United States农场动物保护行动的副主席 Paul Shapiro提出了这份研究报告 在2007年 于美国境内被饲养宰杀为食物的动物为95亿头 到了2014年 极显著的垂直曲线显示 有4亿头的动物免于被宰杀 总数目下降为91亿头 这意味着相较于2007年 几乎有5亿头的动物免于工厂饲养及工业宰杀的痛苦 2012年美国人道协会团队也成功地说服教育部门实施周一扫肉日 时至今日 仅是这个专案 每周累积的成果 已减少了70万份肉食餐点的工艺 美国的素食人口维持在5%到8% 已有数年 来自伊敏特2013年的分析报告指出 有三分之一的美国人口会购买肉类的替代品 例如Gardin的产品 但素食者只占三分之一 这意味着购买替代肉品的主要客户 其实是非素食者 此外 近日的研究显示 36%的美国人口乐意选择以素食为主的饮食 他们的改变在短短一年内 已让4亿只动物免于死亡 善的力量需要您的参与 生命电视与您一起 用行动挽回时代的迷思 用慈悲缔造 合法